人总有人打我 谁打你啊 就今天合作的那家公司 他们合伙人的包丢了非说是我偷的 而且他们还打了我一巴掌 你这是人手 你怎么管理你这员工的偷鸡摸狗的 我没有 就是你 行了 我们公司有接控的 如果真是他做的 我会让你五回点 如果不是他做的 我请你给我的约工道歉 看就看 你看这是你的包吧 是跟你一起来的那个拿走的 也不是我的约工拿走的 你赶快问我是怎么回事吧 哎兄弟 你是包包拿走了 行没事 好挂了啊 人总 既然我的包已经少见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等一下 干嘛 你冤枉了我的员工 他打了他一巴掌 这样就想走啊 给我的员工道歉 我是什么成分 你让我跟一个小小的员工道歉 我来跟你签两千万的大合同的 我是你们的财神爷 让我给一个小员工道歉 没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职业 不够高低 快点 只有扔片 或者三六九等 大家都是普通的 大家都是普通的 你给我猜什么成分呢 我告诉你 做错的事 就得道歉 你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的员工道歉 道歉 不可能 确实不可能 行 不道歉是吧 小凡 你现在通知业务部 通知和他们公司的所有合作 现在 给我下回去 好嘞 你 你们 你们这样给打我 有什么不改的 家人们 像他这样的 该不该打 这是我的 自别加好姐姐 我先姐姐 气气嚷嚷 散散亮亮 最注定下日也不该模样 很苍苍茫茫 一旦彷徨 准备都是 人间的 你看看 他要干嘛呢 赶紧喷下来 什么人了 快拍 走吧 等着你给我 小伙子 大家谢谢你啊 我吃红枣卡住了 多亏你救了我 你没事就行我还不算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啊小伙子 容容你看 加好看着平老师的人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就是 加好来我办公室一套 欧总你找我 你 被开除了 啊为什么呀 为什么 来 自己看 老师 你听我解释呀 不用解释了 公司的名誉 不能受到影响 出去 月老板 ズ 你被辞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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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兄弟 你这事怎么了 大哥 你说我每天 起早单开的打三份鼓 为什么他们 对我还是有那么大的敌意 原来是这样 这里说话也不方便 走 让我办公里走吧 来 请坐 你是因为救了 才被误会的 整个事情的经过呢 我都看见了 我相信你 你每天为什么 这么辛苦的工作呢 我想挣钱 在城里买房子 我爸妈辛苦了一辈子 我想把他们接过来 让他们想想服务 这样吧 你愿不愿意 来我公司工作呢 我会给你一份 很不错的待遇 啊 真的吗 真的 可 可为什么是我呀 因为你的人品 我信得过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不用客气 不要啊 因为做了一件好事 被人误会 你一定要相信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我拥抱着 让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愿意 喂爸 闺女啊 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 你下来一套吧 什么 你到我公司楼下了 我不是跟你说 不让你来公司找我吗 行了 你等着吧 我一会就下去了 哎 哎 爸 我不是跟你说了 不让你来吗 你在乡下待着不好吗 姑娘 爸给你从乡下送点菜 都是自己做的 并从里新鲜多了 我不要你的菜 这些菜又不值钱 再说了 我在城里 什么买不到啊 爸 你赶快回去吧 趁现在没有人看到 再说了 你看看你穿的 要是让我同事看见了 多丢人呢 任总您看 哎 你赶紧回去吧 赶紧走吧 大叔 这是你自己做的菜呀 哎哎 是我自己做的 那你是 从哪里做菜来的 没坐车 我是不走过来的 坐车 太贵了 也没多远 就十来里落 一个人 一个人斜着也只斜着在家里面 出来找找就打断裂身体了 啊 是这样 大叔 大叔 你把这些菜也卖给我 你看行不行 小伙子 我这菜不是卖的 我是给闺女送的 大叔 你就卖给我吧 我就喜欢吃乡乡种的蔬菜 不不不 不能卖 不能卖 哎大叔 我这里有一千块钱 你就卖给我吧 来 给你的菜去啊 哎 小伙子 哎 秘书你先上去吧 你让小子下楼一趟 好的 任总 任总 您找我啊 你卡在这个袋子 让咱们公司 跑半个小时 啊 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跑下来 得有十里地呢 怎么 你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 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 走走 任总 我跑 我跑 我现在就跑 我现在就跑 跑 跑 啊 ỏ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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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 我跑完了 感觉怎么样 累不累 是不是觉得还有点丢人 那现在这位大叔 是你的什么人 你还认不着他这个父亲 你还觉得他给你丢脸了吗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卡到这个带子跑 你父亲他年纪这么大 就是为了给你说 他亲手种的蔬菜 你父亲他有错吗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 他是你爸 爸 爸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爸 你回去了 回去了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更可少 我 自于笑而寝不待 我